第871张飞龙在天 基本的规则柳无邪都清楚 进入门户后直奔三楼 每一层楼都有专人把守 以免他们走错 柳无邪进来的时候 里面的职势早已知晓 踏入第三楼 里面的书籍非常之多 没想到临近五季 竟然是烂大街的货色 而偏偏那些真传弟子 为了获取一门临近五季 不知道多少次深入险地 为了赚取那么一点点积分 只有一个时辰 几千本书籍 足够柳无邪全部阅读一遍 他没打算全部修炼 吸收越多的武技知识 对自己没有坏处 拿起第一本书籍 迅速翻阅了一遍 这是一门拳法 对柳无邪谈不上有多大的帮助 吸收之后 可以让柳无邪的拳法 造诣提升不少 一本接着一本 站在三楼的直视一脸不悦之色 大多数弟子前来 都心怀敬畏 小心翼翼地挑选 柳无邪道好 把这里当成菜市场了 随意地翻阅 成何体统 小子 你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知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终于出言呵斥一声 折磨规矩 柳无邪抬起头 一脸茫然地问道 第一次听说 在玲珑阁阅读书籍 还需要规矩 是躺着看 还是坐着看 倒嘴的话 柳无邪还是憋了回去 估计说出来 直视一定会发怒 没有必要替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尽快找到一本武技 记录下来之后 迅速离开 直视倒不是恶意 像柳无邪这样挑选下去 等他找到合适的武技 时间已经到了 根本来不及 希望他好自为之 说完还发出一声猛哼 多谢直视的好意 我自有分寸 柳无邪以为是什么事情 继续翻阅去了 没有理会直视 这更彻底激怒了直视 竟然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饺子 没听懂我跟你说吗 赶紧挑选一本 从三楼滚出去 已经忍无可忍 那些书籍发出的声音 让他很是恼火 几分钟时间 柳无邪翻阅了几十本书籍 还没看 就将其放回去 就那么翻阅两下 能看出什么门道 玲瓏格好像没有这个规矩 不允许弟子在里面翻阅吧 柳无邪眼眸一冷 他不想多试 这名直视三番五次的挑试 让他有些愤怒 广哥告 我最近在用的看书app app书源多 书集权 更新快 这里我说话就是规矩 限你十分钟之内 找到一本5G 迅速阅读 然后滚出去 直视下了最后的通牒 让柳无邪赶紧选 今日我偏要阅读了 我倒想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滚出去 柳无邪眼眸露出一丝不屑 不过小小灵玄境而已 在玲瓏格混一个直视的位置 估计也是垃圾一个 真正的长老 都是高级灵玄境 高级长老 向驱速等人 都是D玄境的存在 D级灵玄境 只能混一个直视当当 看守玲瓏格 不代表这些直视就有资格阅读 他们也没有 只能守在这里 一旦被发现他们私自阅读 将废除修为 逐出天灵仙府 之前有不少直视 私底下阅读 全部被天灵仙府发现 无一例外 全部逐出去 没有理会直视愤怒的眼神 柳无邪继续翻阅 又是一本书被他看完 找死 直视彻底被点燃了 一掌朝柳无邪披下来 玲瓏格很大 中间有一大片的空地 此刻也没有什么人在上面 整个场地都是空出来的 主要是方便那些弟子阅读之后 在这里修炼一番 熟悉一下武技的运用 结果倒好 成全了他们两个 在空旷的地面上交手 找死的是你 柳无邪身上爆射出一股强横的气势 犹如一尊恐怖的猛虎 发出一声咆哮 朝直视飞掠而去 刚才看了几门拳法 稍有心得 正好利用进来 空 拳拳碰撞 见起无尽的气浪 如同潮水一般 朝四周不断的涌去 柳无邪身体微微一晃 而玲瓏格的直视 竟然倒飞出去 被柳无邪一拳震退 不自量力 柳无邪说完 继续阅读去了 没有理会被他击飞的直视 时间有限 他要尽快将这里的书籍 全部阅读完 直视正在原地 出手也不是 不出手也不是 柳无邪刚才爆发出的力量 让他心有余悸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我没有触犯任何规则 翻阅书籍 未必就不是观看 再敢动手 休怪我不客气 柳无邪瞪了一眼那名直视 后者竟然无力反驳 说道理 说不过柳无邪 因为的确没有规矩 说不允许随便翻阅 想要武力镇压 结果被柳无邪一拳打飞 这里发生的事情 自然被这首玲珑格的长老知道 却没有一人站出来 强者为尊 直视的待遇 甚至还不如那些弟子 没有人打搅之后 柳无邪阅读的速度陡然加快 半个时辰过去 已经阅读大半的书籍 这些书籍的内容 牢牢地记在柳无邪的记忆之中 出去的之后 可以将这些武技 运用到经验展 还有纪念拳里面去 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身法武技还是太少了 柳无邪翻阅了半天 带有身法的武技太过稀少 幻疑柳无邪看到了 等级并不是很高 可以在短时间内 爆发超强的速度 弊端也很明显 一旦被人掐住去路 反而死亡的更快 还在往下翻 负责三楼的执事 恨得咬牙切齿 却没有一点办法 静好一个时辰快要到了 看柳无邪还没有选中 合适的武技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剩下这点时间 根本不够他记下一本完整的武技 讲到这里 执事就一脸开心 花费这么多积分 竟然什么也没捞到 却不知道整个三楼的武技 基本都被柳无邪阅读一空 当最后一本书籍放下的时候 柳无邪吐出一口浊气 脸上有些失望 一共使本身法武技 各有所长 却也各有所短 给他一定的时间 倒是可以将这些身法武技修改一番 不过太过消耗时间 柳无邪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 武技这种东西 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多是一方面 如果不适合自己 修炼再多也没用 目光朝四周看去 突然定格在一个角落 以这里竟然还有一本书籍 为何刚才没有看到 柳无邪迅速走过去 这本书籍藏在书架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 上面堆满了灰尘 跟书架融为一体 不仔细看 根本发现不到 这了还有一本书籍 早就被人遗忘了 轻轻地捡起来 柳无邪怕一碰就碎 这本书籍放得年头太久远了 拿在手里 竟然有股丝丝凉意 这让柳无邪很是惊讶 正常书籍 不可能出现凉气 难道这本书籍有什么古怪不成 这是龙皮 柳无邪正要翻阅书籍 突然发出一声暗呼 竟然用龙皮制作而成的书籍 那还了得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剥夺了龙皮 制作成一本书籍 5G并不是很厚 也就寥寥十几页而已 单凭这十几页书籍 就价值无量 为何摆在这里 无人问津 让柳无邪很是吃惊 书籍没有名字 柳无邪翻开第一页 一条神龙翱翔天际 飞龙在天 柳无邪暗暗说道 这是一招飞龙在天 决顶的龙族身法 施展出来 犹如一条盘旋天际的神龙 不仅能将身法运用出来 还能借助神龙之力 身法跟5G的结合体 也就是说 这套身法5G 不仅能当成身法使用 还能加持到自己的5G当中去 5G配合身法 可以提升战斗力 例如柳无邪施展金燕展 再配合这套身法 绝对事半功倍 继续往下翻阅 每一页上面 都刻画一尊神龙 活灵活现 妙 实在是太妙了 柳无邪发出阵阵惊呼声 只有真正观摩过龙族的人 才能刻画出来如此精妙的5G 为何摆在这里这么多年 却无人修炼 让柳无邪着实惊讶 当翻阅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下面的一行小字 终于让柳无邪恍然大悟 修炼者 必须拥有神龙之躯 方能驾驭 普通人根本无法修炼 就算在高深的身法5G 不是拥有真龙之躯 根本无法催动5G 难怪这么多年没有人修炼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鸡肋 5G再高 无法修炼 有个屁用啊 每一招 每一式 出现在柳无邪魂海之中 可惜暂时无法修炼 单凭第一式飞龙在天 就足以柳无邪领悟很久 5G里面蕴含的东西太多了 不仅仅是身法的变化 还有对空间的领悟 跟肉身的配合等等 大到蒸汽的运用 小到每一寸骨骼的改变 想要全部掌握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来不及领悟 因为时间快到了 远处的直视 大不留心朝他走过来 迅速将这本书籍 丢入吞天神鼎 这可是龙皮 自己吸收之后 将有大用 留在这里 纯属是暴殿天物 让自己吸收 才能将5G的优势最大化 况且整个天灵先附 只有他才能修炼 龙皮迅速被磨焰包裹 开始断烧 燃烧的那一刻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一条条神龙 在吞天神鼎之中盘旋 书籍之中的那些虚影 全部活了过来 简直不可思议 无需柳无邪修炼 那些神龙反反复复的施展 柳无邪看一遍 就能清楚其运行的轨迹 可惜他现在实力有限 能施展第一招就很不错了 第872章冲击三重 这些神龙在吞天神鼎之中 盘旋一段时间后 化为龙气 滋养到柳无邪四肢百骸 一股滔天的龙威 以柳无邪为中心 朝四周迅速涌去 走过来的直视 吓得一个猎切 身体朝后倒去 险些一头栽倒 三番五次在柳无邪手里吃亏 气得这名直视欲要发狂 却没有任何办法 浩瀚的龙威 震得两侧书籍哗啦啦的作响 仿佛在回应 有意思 这些武技发出愉悦的声音 柳无邪目光看向四周 脸上露出一丝震撼之色 我明白了 这本神龙身法威力太强大 释放出淡淡的龙威 压制这些武技抬不起头来 导致这些武技一直默默无闻 如今神龙身法被自己拿走了 这些书籍自然开心 再也没有压力了 书中有灵 这些武技也许在过几万年 都会孕育出来灵性 这就好比一群悬兽当中 突然混进来一头龙族 导致这些玄兽每日过的胆战心惊 突然有一天 这头龙族离开了 玄兽自然开心 就是这个道理 讲通了其中道理之后 柳无邪对这本神龙身法更加期待了 饺子 时间到了 赶紧滚出这里吧 只是从地面上爬起来后 大声的呵斥 让柳无邪赶紧滚出这里 别再磨磨蹭蹭了 这么久过去 柳无邪没有完整的读完一本书籍 直视一脸的幸灾乐祸 柳无邪灵力的目光 突然朝他扫过去 吓得直视再次往后退了一步 念你是处犯 我饶你一命 再敢胡言乱语 休怪我不客气 得到神龙身法 柳无邪心情很好 并没有对直视痛下杀手 他应该感到很庆幸 如果未能拿到好的身法武技 柳无邪也许会迁怒于他 好好地修理他一顿 说完之后 柳无邪大不留心地离开 时间紧急 三日后就要跟齐阳生死大战 回到天门风 尽快突破修为 从玲瓏阁走出来 已经是夜晚时分 身体化为一道流心 消失在山路上 直奔半月风而去 换取来的两枚灵丹 准备帮助柳风大哥 还有心而突破修为 尤其是柳风 得到灵丹之后 修为一定突飞猛进 早日突破到灵选境 只有达到圣子 在天灵先俯略微有些地位 休息大半天 柳风的伤势好了很多 已经没有大碍 主要是柳无邪给他服用的丹药 无一例外都是顶级的疗伤圣丹 看到柳无邪 柳风就要起身下地 心而也在这里 坐在旁边屋子里面修炼 发现柳无邪身上不一样了 说不出来 站在那里 有股淡淡的威压袭来 让他们滋生一股敬畏之心 这就是龙威 柳无邪吸收龙皮中的法则 还有能量后肉身暴涨一大截 这是两枚一接铃丹 你们一人一枚 今晚我替你们护法 早日突破修为 插一句 APP真心不错 值得装个 竟然安卓苹果手机都支持 时间还早 柳无邪打算替他们护法 争取明日一早就突破境界 这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要 柳风一下子推回来 不肯收下铃丹 他非常清楚 一枚一接铃丹的价值 他来到天灵仙府好几年了 也就兑换了一枚铃丹而已 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柳心儿一脸的期待 恨不能赶紧将铃丹吞服下去 因为他的修为太低了 我说过了 都是一家人 何必说两家话 赶紧吞服下去 柳无邪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 让他们立即吞服 别婆婆妈妈的 柳风大哥 还是服用下去吧 你是不了解他 要是我没猜错 他身上肯定还有铃丹 我们就别矫情了 柳风不了解柳无邪 不代表柳心儿不了解 他可是亲眼看着柳无邪 一步步从柳家崛起 拗不过两人 柳风最终还是吞服下去灵丹 得到灵丹的滋养 身躯中的伤势 以极快的速度修复 也就小半个时辰 伤势修复如初 而柳风的境界 也开始攀升 直逼甄悬巅峰境 柳心儿的境界 也在飞速上升 很快跨过了甄悬三重 还在继续冲击 一枚小小的灵丹 缩短他们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苦工 这就是灵丹的妙用 炼制一枚灵丹 需要大量的灵药 市面上一枚灵丹 价值几百万灵石 一般的真玄境 根本买不起 而且灵丹这种东西 吞服第一次效果很好 第二次就未必了 例如柳无鞋 现在吞服多少一阶灵丹 效果微乎其微 只能靠吞服二阶灵丹来突破境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肉身已经出现了抗药性 加上柳无鞋体质易于常人 一般的丹药难以满足 一夜时间 柳风屋子外面来了好几拨人 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一例外 全部被柳无鞋清理出去 这里是真传弟子区域 林玄竟不屑于前来 等柳风突破到真玄巅峰 在半月风地位也会大大提升 起码在真传弟子之中 属于佼佼者 名次上升 意味着柳风也能拿到一笔积分 换取想要的资源 柳心儿的境界连续攀升到真玄五重 这才慢慢停止 亲近弟子短短半年内 突破到真玄五重境 已经属于佼佼者了 论境界 他们两个都高于柳无鞋 论战斗力 他们远不是柳无鞋的对手 天色一亮 柳无鞋起身离开 剩下这三天时间 他要留给自己 除了突破修为 领悟倒数 还要修炼身法 时间有限 匆匆告别他们两人 离开之前 柳无鞋留下两门临街舞技 在玲珑隔月读大量的舞技 整理出来两套 为他们量身定做 一本顶级的临街舞技 需要好几百积分 柳无鞋就这样送出去了 看着舞技 柳风两人陷入沉思 对自己这个弟弟更是看不懂了 回到天门峰 三位师兄还未回来 估计还在外面做任务 看了一眼茅草屋 师父估计还在休息 柳无鞋没有打脚 回到自己的屋子 盘膝坐下 拿出二阶灵丹 一口吞服下去 没有任何犹豫 一鼓作气势如虎 气势节节攀升 直逼甄悬二重巅峰 扎了魏王之后 吸取他的临旋法则 柳无鞋的胸尾 已经达到甄悬二重巅峰 距离甄悬三重 只有一步之遥了 远处茅草屋 突然传来一阵波动 蓬头垢面的风长老 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看着柳无鞋的屋子 陷入沉思 灵丹的能量 冲击柳无鞋的四肢百骸 以及太荒世界 每一条经脉 如同战鼓一般 疯狂的震动 更可怕是五脏六腑 发出阵阵雷鸣之声 珍悬三重大门缓缓浮现 高大巍峨 要比之前所有的门户 更加壮观 充斥古老沧桑之气 如同从无尽的深渊之中浮现出来 门户上面 出现大量的字 这些都是太荒 气势还在攀升 想要冲开真悬三重大门 不是那么容易 门户越高 冲击需要的能量更多 调动太荒真气 汇聚成浩然一击 如同一记猛锤 划过柳无鞋的筋脉 穿过柳无鞋的五脏六腑 蹦 犹如天崩地裂 巨大的门户上反震回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 震得柳无鞋口喷鲜血 上面的太荒不断闪烁 交织出来一幅幅画面 浩墙的反震之力 柳无鞋脸色有些苍白 抹去嘴角的血迹 继续施展太荒吞天绝 抽取更多的灵气 整个天门风的灵气 全部汇聚过来 像是一座超级大漩涡 盘踞柳无鞋的头顶上 淋雨洒下 浇灌在柳无鞋周身 吸取灵液之后 真气更纯 太荒世界更大 再来 突破必须要一股作气 稍有停顿 前期的努力 全部付诸东流 下一次突破 可能需要的能量更加可怖 力量要比刚才更强 聚集在太荒世界中的神龙之气 规矩在一起 幻化出一尊神龙形态 昂神龙发出一声咆哮 冲出柳无鞋的太荒世界 撞向三重门户 整个身体 发出猛烈的颤抖 无与伦比的力量 欲要撕开柳无鞋的肉身 这是一头远古荒龙的气息 柳无鞋脸色微变 从柳无鞋得到这本神龙身法 竟然用远古荒龙的皮制作而成 远古荒龙早已绝技 估计只有龙界才能看到 荒龙之体距离门户越来越近 柳无鞋深吸一口气 所有的能量 守住身躯 以免遭到反噬 太荒吞天绝疯狂吞噬 聚集在周围的灵气 几乎形成了海洋 只等柳无鞋突破修为 空谋 令人窒息的力量 席卷周围 顺着柳无鞋的毛发迸射而出 屋内的桌椅 瞬间一扫而空 全部化为鸡粉 整个屋子都在晃动 随时都能崩塌 尽好柳无鞋提前刻画了很多灵纹 覆盖在屋子的墙壁上 一般的冲击 无法将其伤害 古老的门户上的裂痕是越来越多 神龙还在咆哮 第二股力量随之而来 要比刚才更加恐怖万分 柳无鞋顾不得身体传来的疼痛 只要能撬开真弦三重大门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轰猛龙筋脉如骨 血肉如雷 如果是其他真弦 竟站在柳无鞋身边 一定会被吓得浑身发软 这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小小的真弦境 突破一个境界 造成的波动 竟然要比零弦境还要恐怖 连续冲击了三次 神龙之力逐渐衰竭 而古老的门户终于迎来了松动 上面的太荒开始闪烁 涌入柳无鞋的血肉 跟他的太荒世界融为一体 第873章修炼身法 融入近来的太荒 让柳无鞋的肉身变得更加紧密 仿佛一张交织在一起的大网 牢牢地锁住柳无鞋的周身 就算是再强大的力量 也无法将其撕开 随着门户的裂开 柳无鞋调动更多的真气 继续冲击 咔嚓 三重门户彻底被炸开 化为无边的怒浪 冲击柳无鞋四肢 每一寸翘雪全部打开 吸收涌出来的能量 气势陡然变化 从真弦二重 直逼真弦三重而去 眨眼间的功夫 柳无鞋的境界 停留在真弦三重中后期 聚集在周围的灵气海洋 突然消失 被吞天神鼎吞噬一空 化为一条灵河 在吞天神鼎之中流淌 随后流入太荒世界 得到灵涅的滋养 境界这才算彻底稳固下来 接下来就是打磨 柳无鞋需要好好沉淀一番 单凭闭关是不行的 需要磨力 不断的压榨自己 除了吸取灵气海洋之外 柳无鞋还吸取了足足500万的灵石 太荒世界才出现饱和的现象 花费了几个时辰 柳无鞋没有继续打坐修炼 而是站起来 朝天门台走去 准备修炼神龙身法 身体犹如一道流星 几分钟之后 站在天门台上 狂风呼啸 今日天气不是太好 让修炼身法的难度提升不少 这更利于柳无鞋修炼 难度越高 修炼起来才能事半功倍 真正大战的时候 连有固定的场地 有可能刮风 有可能大雨 也有可能雷霆闪烁 柳无鞋要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 而天门台 无疑是最好的地方 身体纵身一跃 落在天门台中央位置 并未着急修炼 而是闭上眼睛 气息感悟神龙身法的变化 一共六世 一世比一世强横 更可怕是这些身法的力量 可以加持到5G里面去 与其说是一门身法 不如说是身法跟5G的结合体 两者兼得 第一是飞龙在天 第二是龙飞凤舞 第三是虎聚龙盘 第四是飞龙成云 第五是龙战四野 第六是角落金龙 每一招都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第一招飞龙在天 主要是形容飞龙腾空的样子 可以在空中做出各种动作 身若犹龙 动如托兔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是龙飞凤舞 是展出来苍穹之上出现两道神龙之气 犹如阴阳之力 可以说是变化多端 第三是虎聚龙盘 中斥暴力的气息 身法包含武技 在其中 施展出来 犹如一尊巨大的末盘 反正每一招每一事 都不是那么简单 里面蕴含的能量 恐怖至极 必须要有神龙之力 才能催动 一般的真气 无法施展神龙身法 这么多年 天灵先府 无人能修炼 创造这套身法的人 应该身怀神龙血脉 猛然睁开双眼 一声轻笑 犹如龙隐一般 柳无邪身体陡然跃起 出现在虚空之上 身后的真气 画画出一道道神龙虚影 像是一头真正的龙族 冲向苍穹 风起云涌 化为神龙的那一刻 周围的刚风更为激烈 风长老就站在远处 这边发生的一切 看得一清二楚 有意思 竟然修炼成功 那本废弃的法觉 风长老摸了摸干枯的头发 双眼散发出金光 凌云阁三楼有本废弃的功法 最近几百年 知道的人肯定少 因为早就被遗忘了 蒋风长老这代人 非常清楚这套身法武技 当时很多人都尝试过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无法修炼 就是一本废弃的法觉 最后被人丢在隐蔽的角落 平常有人进来 不会注意到这边 去空上出现一条金色神龙 做出各种动作 不是柳无邪的身体画龙 而是真气演化 靠着真气拖住柳无邪的身体 在空中不断演变 势而冲击 势而腾空 势而俯冲一招还未施展结束 柳无邪身体落回了天门台 势展神龙身法 对神龙之力消耗太严重了 仅仅施展了半招 太荒世界就面临枯竭的危险 消耗真气的速度 这也太恐怖了 柳无邪落下来之后 暗暗说道 他的真气蕴含神龙之力 抽取神龙之力的时候 也等于再抽取他的太荒真气 施展太荒吞天绝 抽取空气中的灵气 填充到太荒世界当中去 上次晋升之后 太荒吞天绝除了抽取灵气外 还能摄取虚空中一丝丝法则碎片 这些法则涌入近来 完善太荒世界中的法则 再来 秋夕展察时间 真气恢复的七七八八 柳无邪身体一晃 再一次冲向苍穹 依旧是神龙眼化 身后的真气不断的改变形态 柳无邪的身体 更像是龙头 这一次坚持的时间 要比刚才多三个呼吸左右 回到天门台 继续吞噬周围的灵气 因为天门风被靠万象洞 丝毫不担心真气枯竭的现象 不论柳无邪怎么吞噬 天门风的灵气都很浓郁 但 还是惊动了万象洞的弟子 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万象洞的灵气 怎么会朝天门风聚集 不少弟子正在修炼 发现真气变得稀薄了不少 很是愤怒 我们去看看 人都有好奇之心 不少人纷纷离开屋子 朝天门风赶来 想要一查究竟 柳无邪丝毫不知 还沉寂在修炼快感当中 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真气消耗之后 每一次滋生新的真气 纯度都会提升几分 而且从太荒世界内部 滋生灵气的速度也在加速 从最早坚持半招 小半天过去 柳无邪能勉强将第一式飞龙 在天施展出来 施展结束后 真气就会枯竭 这可不是好现象 柳无邪还要完善自己的太荒真气 起码施展之后 保持充盈的真气才可以 真体纵身一跃 翱翔苍穹穹 穿过云层 犹如一条金色神龙 盘踞在云层之中 时而抬头 时而摆尾 柳无邪在摸索 最好能一边施展神龙身法 还能一边吞噬灵气 两者都不耽误 单凭吞天神鼎燃烧灵石 也不是办法 灵石总有耗尽的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 柳无邪逐渐摸索出来一些办法 太荒吞天爵可以自行运转 吞噬之力不是很强大 可以加速内部滋生真气 真体回到天门台 冷烈的钢风猛然吹过 柳无邪身体纹丝不动 成功了 施展结束之后 真气还剩下三成 柳无邪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这个发现让他很满意 真正战斗 未必需要施展完整的飞龙在天 也许半招就足够了 云海翻腾 周围的灵气被柳无邪吸入腹中 天门风上的灵气淡薄了不少 柳无邪没有继续吞噬 再吞噬下去 天门风山的玄兽都要跑光了 没有必要留在这里繁衍生息 神龙身法第一式成功入门 接下来柳无邪要修炼一番经验展 顺便领悟一番倒数的妙用 五名男子 正悄悄地从山峰另外一侧爬上来 这里平常没有人 天门台在后山 四周都是光滑如尽的石壁 他们能上来 也不简单 灵气都聚集在那边 举目朝柳无邪看过去 发现所有的灵气 全部环绕在他身侧 原来是这小子搞的鬼 害得我们万象洞的灵气吸勃了很多 五人很是恼怒 他们好不容易成为万象洞弟子 竟然被人夺走了灵气 非常的恼怒 我们去找他理论 必须要赔偿我们的损失 其中两人是新晋弟子 对柳无邪并不陌生 如今已经是高级真玄境了 这些日子一直在闭关 应该还不知道柳无邪杀死宁海的消息 柳无邪正要进入修炼状态 耳朵一动 目光朝远处崖壁看去 只见五名男子 迅速朝天门台靠近 找死 柳无邪恼怒无比 这些人不敢从正风走上来 恐是怕风长老 绕到后山 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并未着急出手 柳无邪持刀而立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走了约莫斩查时间 他们终于登上风顶 柳无邪 我们好久不见 赤龙叫左 柳无邪知道这个人 当时考核的时候 排名在前十 仅次于明海 成绩非常可观 成功加入万象洞 这里是天门风 你们跑到这里做什么 献你们三个呼吸时间 从这里滚出去 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了 柳无邪没有大开杀戒 而是让他们赶紧滚 五人对柳无邪的话 置若网闻 身体一掠 竟然落在天门台上 跟柳无邪四目对视 天门台直径也不过几十米而已 像是一块椭圆形的石台 被一根孤风撑起来 孤风很细 只有成人手臂那么粗而已 拖起这么大的天门台 犹如鬼斧神功一般 不得不说 天地造化之力 他们如果掉头就走也就罢了 居然不知死活跑到天门台上来 你们都该死 恐怖的杀意 汇聚成一股狂风 吹得他们五人身体摇摇欲坠 柳无邪 考核的时候被你拿到第一 今日我就杀了你 夺走属于你的气韵 左并未被柳无邪一番话吓到 而是发出一声冷笑 准备诛杀柳无邪 掠夺他的气韵 就怕你们没有这个本事 柳无邪发出一道讥讽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居然敢跑到天门台 何必跟他废话 杀了他 掠夺他身上的宝物 其余四人有些不耐 大家赶紧一起出手 杀死柳无邪 他们都是高级真玄境 还怕了柳无邪一人吗 第874章生死约战 这应该是他们的依仗 其中三人是老牌弟子 实力更是直逼巅峰真玄 难怪有如此底气 跑到天门风撒野 主要他们是万象洞弟子 有种天然的优越感 认为其他弟子 比他们略须一筹 却不知道 他们在柳无邪眼里 连狗屎都不如 真玄二重的时候 就轻松诛杀灵玄三重 如今突破真玄三重 得到神龙法则 又修炼成功神龙身法 战斗力何止提升十几倍 五人不由分说 自动形成一个战圈 将柳无邪困在中间 以免被他逃走 出手 趁着风长老不在这里 杀了他 三名老牌弟子知道 风长老的恐怖 只要杀了柳无邪 风长老又能赖何得了他们 人都已经死了 左文艺马当先 手中常见幻化出一道道 灵力的剑气 形成一股风浪 直逼柳无邪而来 不愧是天才弟子 再给他几年时间 超越这些老牌弟子 完全没问题 同时面对五人进攻 柳无邪无动于衷 静静地站在天门台中间区域 截刃依旧持在手心 正要准备修炼经验斩 他们就跑过来了 死 截刃猛然斩下 化为一道无匹的力光 斩杀这种高级真玄境 无需寄出道术之力 左文冲得最快 突然意识到不妙 身体急速朝后撤去 柳无邪的刀气 轻易撕开空气的阻力 出现在左文面前 此次还未彻底落下 左文的身体就定格住了 无法动弹一步 咔嚓 左文的身体突然炸开 化为一团雪雾 漂浮在天门台的上空 场面极其血腥 杀人连个渣渣都不剩 直接被蒸发掉了 剩下四人正在原地 竟然忘记了出手 冰冷的目光 朝四人横扫过去 凌冽无比 架得四人一个哆嗦 纷纷往后退了一步 一招斩杀左文 让他们很是害怕 快走 他们自认做不到一招杀死高级真玄境 第一时间选择逃走 化为四道流星 迅速消失在原地 飞掠天门台 直奔山下 哼 想来容易 想走可不容易 柳无邪起能让他们离开 今日的事情 不能泄露出去 刚才自己修炼飞龙在天的时候 他们应该看到一个大概 还有两日就要跟齐阳交战 飞龙在天正好可以给他打一个凑手不及 手指连点 大寒冰神术出现 犹如四道利剑 暴射而出 刺人身体还停留在半空中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迅速跌落山谷深处 化为无数碎片 死的不能再死 杀了他们之后 柳无邪继续投入到修炼当中去 经验斩 大寒冰神术 飞龙在天 断魂术 每一种武技 柳无邪都熟悉一遍 亲的境界 需要重新磨合 单一还是太单一了 如果能领悟五行之力 或者空间之力就好了 第二天的时候 柳无邪很是苦恼 这些武技每一种都很强大 但是以后面对的对手 同样很强大 他们有可能领悟数十种倒数 单凭这些倒数 很难取胜 五行之力跟大空间神术 柳无邪势赛必得 这是两大杀招 三千倒数排名极其靠前 大寒冰倒数 弊端很明显 对付弱者还行 碰到那种真正的高手 就显得捉襟见肘 放弃修炼 盘膝坐在天门台上 感悟空间的变化 大空间神术需要慢慢参悟 如果能找到大空间神术 修炼之法就好了 缩短柳无邪的时间 取多道数早已失传 也许隐藏在某个角落 或许沉入地下 也可能隐藏在某个古墓当中 空间像是流水一样 穿梭在柳无邪体内 感悟空间带来的丝丝变化 最为领悟大空间神术 但是柳无邪对空间术 有了一定的了解 为将来修炼 大空间神术打好基础 简单的空间术 也能施展出来 可以短时间限制 它们的速度 第三天的时候 星月谷很热闹 大多数弟子解决恩怨 都会选择此地 得知其阳跟柳无邪生死之战 无数人早早前来观摩 抢占好地方 整整三天时间 柳无邪全部在天门台度过 第四日凌晨 柳无邪睁开双眸 两道冷气 直逼苍穹 镇德周围空间不断晃动 三日修炼 修为不仅站在真弦三重巅峰 飞龙在天彻底熟练 经验展更加强横 大寒冰神术经念很多 施展出来 方圆千米 陷入一片冰窟 断魂术出现一丝变化 柳无邪发现自己的元神 半生一股灵性 很是古怪 说不清道不明 没有坏处 就是觉得灵魂多了一丝灵性后 他的悟性提升了不少 断魂术是灵族的法觉 人族修炼 出现了偏差 柳无邪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既然宇皇传授给自己 自然不会害他 毕竟还指望他将附地所还给灵族 这可是灵族圣物 肉身也提升很多 不施展真气的情况下 一拳就能打死高级真玄境 还有神通大门 第一扇彻底打开 源源不断的有神通之力涌入进来 如果能多获取一些神通果 可以壮大神通之力 甚至诞生神通种子 盘踞在身体之中 站起身子目光眺望新月谷 身体化为一道神龙 从天门抬掠下 直奔新月谷而去 此刻新月谷早已人满为患 离一层外一层 人头攒动 齐阳早早赶到此地 站在新月谷中央区域 傲十四周 这都什么时辰了 那个柳无邪怎还不到 很多人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前来看热闹 白白等了一个多时辰 不会是怕死不敢来了吧 天门风的弟子说完 周围传来一阵哄笑 都认为柳无邪害怕了 不敢前来 柳风还有柳新儿站在人群之中 一脸的担忧之色 这几天一直忙着修炼柳无邪 送与他们的临近武技 战斗力飙增 柳风突破到真玄巅峰之后 上升数千个名次 获得五百多积分奖励 此周一轮声越来越多 都不好看柳无邪 虽然他斩杀了宁海 在临旋径面前依旧是楼椅 一直到上午时分 虚空上化为一道流星 柳无邪稳稳落在奇阳面前 没有规定约斗时间 柳无邪就算是傍晚过来 也挑不出礼 按照规矩 一旦发生挑战 基本都发生在早上的时候 因为谁也不希望对方多活一分钟 落地之后 柳无邪保持的依旧是化阴七重镜 看起来普普通通 只不过身上散发出一股灵力之气 尤其是他得双眸 让人不敢逼世 柳无邪 我以为你不敢来了 奇阳的样子 跟柳无邪心里想的出入有些大 在他印象当中 奇阳应该是长相阴冷 一脸阴厉 能霸占林田三年之久 绝对是狠辣之辈 从面向上来看 奇阳长相俊朗 不像是心胸狭隘之人 看来人真的不可貌相 我本不打算找你 林田的事情 已经到一段落 既然你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寻死 我成全你 柳无邪面无表情 一字一顿地说出来 仿佛宣判了奇阳的死刑 话音一落 四周传来一阵道西凉气的声音 奇阳虽不是圣子中顶级存在 但也不可小觑 小小的话音静 静敢口出狂言 一番话次 只有小范围的人知晓 很快蔓延四周 得知柳无邪在玲瓏阁胡乱翻阅 惹来一阵哄笑 只有柳心儿面无表情 因为他非常清楚 柳无邪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当日在柳家 柳无邪用了三天时间 阅读整个藏书阁的书籍 这小子太狂了 只有奇阳才能收拾他 关于柳无邪的事情 不断被挖出来 斩杀林海 兑换八千积分等等 让无数人眼红不已 恨不能杀上去 抢夺柳无邪的积分 常上局势几乎是一边倒 对柳无邪极为不利 就算不支持奇阳 也不会支持柳无邪 人群之中 还有很多林玄境弟子 前来观摩 奇阳在天龙峰 多少有些地位 引来大量林玄前来观战 倒也正常 出手吧 柳无邪不想等下去 等杀了奇阳之后 准备动身返回柳家 再乘坐传送阵 赶回南域 距离十大宗门盛典时越来越近 柳无邪担心天保宗的安危 那里有自己的亲人 也有他的朋友 还有他的兄弟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第875章 评分秋色 没有废话 上来就让奇阳赶紧出手 柳无邪的态度 让很多人不满 四周传来阵阵吁吁声 认为柳无邪太过张狂 面对林玄四重 竟敢大言不惭 这是自寻死路 既然你着急求死 我成全你 奇阳没有寄出兵器 一掌朝柳无邪碾压下来 恐怖的当风 卷起地面上的碎石 形成滔天的风暴 一出手就是雷霆之势 让战的较进那些弟子 迅速朝后退去 以免遭受波及 柳无邪不敢大意 身躯移动 并不是后退 同样是一掌 没有任何波动 平静的有些可怕 软绵无力的一掌 轻轻的推出去 他在干什么 竟敢藐视奇阳 中围传来一阵惊呼 认为柳无邪在藐视对手 面对如此狂暴的一掌 他竟然施展如此软弱无力的招式 远处聚集的林玄境越来越多 足有好几百人 其中还有高级林玄境隐藏其中 有点意思 年里藏针 这小子不简单啊 一尊高级林玄境摸了摸下巴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一眼看出柳无邪掌法中的秘密 确实有意思 将真气压缩成一道细线 隐藏在手掌中心位置 看似没有力量 实则将力量凝聚在一起 爆发出来 更为强悍 另外一名高级林玄境连忙负荷 真气散开 爆发出的气势的确很恐怖 感觉周围都是无边的气浪 但是将真气压缩之后 形成一个点 就感受不到一丝气势波动 这就好比一盆水道出去 肯定能看到水流 如果将一盆水压缩成一滴水 到出去的时候 突然散开 必定似箭 柳无邪瞒过了奇阳 却瞒不过那些高级林玄境 他们的神识更为强大 可以轻易捕捉到空气中的任何痕迹 两枚巨掌 在空中陡然拉近 柳无邪的手掌 依旧没有力道 平淡无奇 中围涌过来的骇浪 正得柳无邪衣袍作响 头上的树发带随时都会炸开 两侧的衣袖 不断鼓起 让柳无邪看起来非常的被动 千分之一刹那 两人身体急速拉近 巨大手掌 轰然撞击到了一起 就在触碰的那一刻 奇阳意识到不妙 有种潜在的危险 朝他迅速逼近 想要收回手掌 已经来不及了 一股令人窒息的力量 从柳无邪掌心肆意开来 直到这一刻 众人算是明白了 柳无邪的掌法 并非软弱无力 而是暗中蓄力 将力量隐藏在掌心 目的是打得奇阳一个措手不及 他的目的达到了 蹦 犹如天崩地裂 形成的涟漪 如同强风过境 摧残周围的花草树木 还有那些林寻奇石 像是无边的怒浪 不断的翻腾 像是一道道音波 涌向四面八方 站在周围的那些天灵仙府弟子 彻底被打猛了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为时已晚 顿时间 人仰马翻 距离较近的几十名弟子 瞬间被震得七荤八素 口喷鲜血 随即 两道人引一起到飞出去 先是齐阳 随后是柳无邪 他们的身体在空中 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退到十米之外 剧烈的喘息声 从他们的口中传出 两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齐阳的力量很大 柳无邪的力量也不弱 对战一掌 竟然是平分秋色 这个结果 让无数人大跌眼镜 他们相差这么多的境界 齐阳竟未能一招斩杀柳无邪 太不可思议了 超出他们的认知 怎么会这样 最后爆发出力量 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那些普通的真玄境 根本看不懂柳无邪这一掌 明明软弱无力 最后时刻 爆发出的力量 让人心计 连一些低级灵玄境都看不懂 何况是真玄境 不对 刚才他爆发出的力量 有真玄境法则在其中 这小子隐藏境界了 一尊灵玄境发出一声惊呼 直言不讳的道出柳无邪隐藏了修为 我也感觉到了 这小子一定突破到了真玄境 故意在这里扮猪吃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认为柳无邪故意隐藏修为 其阳同样感知到 涌过来的力量 绝非话音 而是真玄法则 柳无邪 我倒是低估了你 其阳冰冷地说道 虽为一掌击杀柳无邪 但是他丝毫不担心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 才是柳无邪的噩梦 境界被拆穿 柳无邪索性也不再隐藏 嗡嗡嗡四周空间传来 阵阵嗡鸣声 像是无数虫子在飞舞 柳无邪的气势不断攀升 从化音七重 一路攀升到真玄境 痴情远远没有结束 突破真玄一重之后 还在攀升 真玄二重 真玄三重 最终站在了真玄三重后期巅峰 嗣嗣嗣四方传来一阵阵到 稀凉气的声音 他们震惊的不是柳无邪的修为 而是在半年之内 从化音境一直攀升到真玄三重境 这种修炼速度 堪称妖念也不为过 记得半年前 柳无邪考核的时候 才心合进而已 这才过去多久 已经甩开了无数人 还有许多弟子 依旧在化音境苦苦挣扎 柳无邪已经开始挑战 临旋境了 好可怕的修炼速度 他接任务离开的时候 才化鹦鹉重境啊 当日在任务堂 很多人都在场 柳无邪拿到超级任务 那时候都不看好柳无邪 认为他必死无疑 半年后 柳无邪不仅没死 还顺利返回 这小子隐藏得太深了 难怪宁海会死于他手里 同样是新月谷 不过那是几天前的事情 柳无邪就是在这里 杀死了宁海 此刻回想起来 不少人毛骨悚然 原本还有很多对柳无邪 心怀不轨之人 此刻纷纷收敛表情 生怕被柳无邪看到 得罪这种强大的敌人 除非将其一击致命 不然将是自己的噩梦 隐藏得再深又如何 今日还是他的死期 齐阳可不是宁海那种废物 他可是凌玄似重镜 依旧有不少人 对柳无邪投过来 阵阵讥讽认为他 今日必死无疑 嘲笑声明嫌少了很多 鬼知道柳无邪 还有没有底牌 如果有 齐阳未必就能取胜 齐阳表情难看到了几点 尤其知道柳无邪 突破到真玄三重 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柳无邪 就算你隐藏了境界 今日也是死路一条 齐阳脸色争鸣 更是激发了他对柳无邪必杀之心 能如此短时间内提升修为 一定是灵你的关系 对柳无邪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灵你不仅能改造身躯 还能增加道文 改变一个人的天赋 说完 一把长剑出现在手中 齐阳收起小区之心 就凭你这个垃圾也想杀我 真是可笑 柳无邪发出一声冷笑 邪刃暴施而出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虽然还是元气 却要比一般的天气还要厉害 天气堪比真玄境 看来要尽快寻找炼制邪刃的材料 尽可能提升起来 天地一体静 需要的材料 极为苛刻 一般的炼气材料无法满足 齐阳手中的长剑 而是一把真正的倒气 堪比灵玄境 滚滚灵玄法则 从长剑之上倾泻而出 不仅不能镇压邪刃 反而激发了邪刃好胜之心 邪刃得到雷神之锤改造 又吸收了无数珍贵材料 拥有高傲的意志 好厉害的短刀 看似只有元气 仿佛跟这片天地融合到了一起 此周再一次传来惊呼声 被柳无邪面前的短刀所深深吸引 精妙的不是这把刀 而是打造这把刀的主人 一尊高级灵玄境往前一步 站在人群之中 周围的那些普通真传弟子纷纷退开 众人并不知道邪刃是柳无邪一手打造 如果知道 不知道又做何感想 灵力的刀器 迸射而出 像是一股风浪 让众人皮肤很不舒服 感觉有股无形的刀器进入他们的体内 身手握住邪刃的刀柄 摇指其扬 是以他可以出手了 站吧 短短两个字代表无边的战役 澎湃的气势 以柳无邪为中心 朝四周不断的蔓延 这个举动 引来不少人赞叹声 尤其是那些女弟子 对柳无邪投过来崇拜的眼神 就算身处劣势 也不屈不挠 齐阳被柳无邪刺激到了 长剑一抖 晚出一朵朵剑气 朝柳无邪席卷而来 精神剑第一是 长剑出击的那一刻 齐阳发出一声密贺 这套剑法柳无邪在灵龙阁没有见过 应该在更高的楼层 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来 这套剑法不简单 已经逼近高级灵阶 同样是灵阶5G 也分369等 摆放在灵龙阁三楼的灵阶5G 就是末等 就算是这样 也需要好几百积分才能阅读一次 剑气灵力 施展的那一刻 如同奔雷 柳无邪身体制身剑气海洋 稍有不慎就会被恐怖的剑气所淹没 不敢大意 柳无邪寄出鬼童术 穿梭层层剑气 每一个招式变化 柳无邪看得一清二楚 断魂术跟鬼童术早已合为一体 不分彼此 导致鬼童术的威力越来越强 拥有鬼神莫测之能 剑气移动的轨迹 在柳无邪面前不断放慢 很快找到剑气的破绽所在 除非对方高出对柳无邪太多 一般的武技 他还真的没放在眼里 精神剑很强 仅仅是强大而已 跟魏王施展的招式相差不大 第876章终极杀招 如同万剑归来 虚空上弥漫树枝不尽的剑气 足以撕开一切 柳无邪处于剑气中央位置 如果不做出反应 很有可能被剑气所吞噬 精神剑 一剑动天地 传言这一剑可以劈砍苍穹 可断日月 碎山河 震慑 出招的那一刻 连天上的大日 都吓得躲进了云层 可想而知 这一招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 靠强大的一剑 这个柳无邪危险了 无数尖叫声在四周响起 被这一招所深深吸引 大量的羡慕的眼神 还有吹捧声 铺天盖地 连远处的那些灵玄境弟子 都微微动容 显然被这一招所震撼 齐阳虽然是灵玄四重 但是他的战斗力 直逼灵玄五重镜 放到外面 绝对是顶级天才 剑未到 剑气已经逼到镜前 好可怕的一剑 无须周围的人提醒 柳无邪非常清楚 这一剑足以杀死所有低级灵玄境 更遑论真玄三重 每个人都认为 柳无邪必死无疑 没有第二条路 剑气已经锁住他的身体 就在这一刻 邪刃举起 咬指苍穹 这是金燕展的棋手势 出刀的那一刻 四周空间传来卡卡声 像是要裂开一般 怎么回事 地面开始军裂了 站在附近那些人 纷纷朝远处退走 战场中心地带不断的炸裂 有些不同寻常 他的招式 好像不对劲 精神剑足以让他们震惊 但是柳无邪既出金燕展的时候 更是让人悍然不已 刀气肆意 如同洪水猛兽 在这一刻 肆无忌惮的冲击 将涌过来的剑气 全部先飞出去 怎么会远处十多名 宁玄境发出一阵惊呼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招式还未出现 就让精神剑的剑气自动避开 难道这一招 充满着倒数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齐阳的精神剑也融入了倒数在其中 并且施展出来 斩 柳无邪一声力笑 邪任以一往无前的态势 轰然斩下 顿时间 苍穹色变 日月无光 整个天地 仿佛陷入一片黑暗世界 连周围的空间 都开始塌陷 出现一个又一个漩涡 废宫突然打开 无尽的锐金之力 涌入金燕展 如同一枚金色刀钢 出现在苍穹之巅 随即斩下 轰猛龙空间出现一道裂缝 朝四周不断的蔓延 无尽的黑暗幽风从裂缝之中涌出 刀气纵横 剑气凌厉 随着斩子落下 柳无邪面前出现一条金色通道 直奔起扬而去 天门台三日修炼 柳无邪对金燕展的感悟 越来越深刻 已经能将倒数彻底运用出来 神通之力如同洪水一般 不断的加持到倒数之中 到了后期 任何倒数 都要靠神通之力催动 神通之力越强 催动的倒数自然越厉害 柳无邪吞服了好几枚神通果 又打通了神通大门 无穷无尽神通之力 加持到倒数之中 让金燕展的威力 要比之前提升一倍有余 这还是柳无邪调动了一半的真气 如果全力失为 威力更强大 精神剑裂开了 这怎么可能 远处那些临旋径弟子 身体连连后退 眼睁睁看着奇阳的精神剑 被柳无邪一刀展开 刀是依旧没有停止的意思 还在继续往下压 倒数 他的刀法融入了强横的倒数在其中 阵阵惊呼声在四周响起 倒数这种东西 每个人都知道 真正能领悟的人却少之又少 唯有突破零旋径 方能领悟倒数 大多数低级零旋径 连倒数的门槛都无法触及 就算接触那么一些皮毛 增加的战斗力也极其有限 经验展不同 将倒数演绎的淋漓尽致 奇阳很恼怒 非常的生气 他的精神剑竟然被劈开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传出去以后如何见人 精神剑第二式 一声力喝 奇阳手中常见招式连番变化 施展精神剑第二招 要比刚才一剑强横一倍有余 欲要撕开金燕展 果然 第二式施展的那一刻 金燕展有溃散的迹象 这不是招式比拼 而是倒数的较量 两人施展真气还有神通之力 追动倒数 在虚空上不断的撞击 谁的倒数更精妙 谁的真气更精纯 此刻一目了然 柳无邪的倒数 明显更胜一筹 还有柳无邪的真气 犹如山川大江 连绵不绝 没用的 你的倒数太弱了 柳无邪发出一道嘲弄声 话音一落 金燕展陡然变化 刀气竟然一分为二 虚空上出现两道气旋 一阴一阳 像是两条盘龙 出现在苍穹之巅 这个发现 让无数人更是莫名骇然 妖孽 他就是一个妖孽啊 这边的大战 已经引起天灵先府 一些长老关注 纷纷躲在云层之中观战 刚才说话的就是 一名半月峰长老 身份地位很高 而且还是一名传承长老 负责给弟子解惑授业 确实不一般 我从这小子身上看到 无穷潜力 不愧走过了问天长桥 长新丰的长老也出现了 接二连三 七丰长老陆陆续续感到 对战局指指点点 大多都是针对柳无邪 连三亭还有五院的一些长老 都听过关于柳无邪这个名字 最近天灵先府说谁最火 一定是柳无邪 不仅完成了超级任务 杀死宁海 越级挑战 收取零米 如今又跟其洋大战 每一件事情 就算是万象洞的弟子 都很难完成 两尊盘龙碾压下来 精神剑第二世 再一次被瓦解 化为无数剑气碎片 散落在天地之间 齐阳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连续施展两招 都未能斩杀柳无邪 反倒被对方一次次逼退 从气势上来看 齐阳已经落入下风 如果知道这仅仅是柳无邪 动用一半的力量 不知道在场这些人做何感想 天龙印 腹地锁 寄灭拳 这些才是柳无邪的终极杀招 一个适合大面积杀敌 一个适合一对一 寄灭拳完全是自杀式攻击 精神剑第三世 齐阳再一次换招 真气明显没有刚才那么强烈 连续调动两大杀招 真气消耗的极为严重 出道以来 这应该是第一次将精神剑施展到第三招 第三世要比前面两世的威力强横时倍有余 虚空上出现一尊滔天巨剑 齐阳这事要拼命了 竟然施展本命法剑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这是自相残杀的打法 只有注入本命精血 调动本命原神 才能催动本命法剑 这可是玩命啊 一旦本命法剑被柳无邪破坏 对齐阳来说 将是致命的打击 他的原神还有肉身都会受损 这就跟燃烧精血一个道理 将自己的本命之力 跟长剑融合增加招式的威力 虚空上的盘龙出现溃散的迹象 精神剑的力量逐渐压过经验斩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效益 他的目的达到了 压制这么久 真正目的是借助齐阳来帮助自己稳固境界 突破真悬三重 如果能利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奠定根基 对他未来的道路有莫大的好处 齐阳该结束了 目的已经达成 该斩杀齐阳了 结束这场约战 身体陡然腾空而起 犹如一条神龙 盘旋在虚空之上 好精妙的身法 柳无邪纵身一跃的那一刻 震惊了无数人 每个人的视线 都被他吸引走了 完全忽略了齐阳的感受 这是那本废弃的身法 竟然被他修炼成功了 隐藏在远处的那些长老 一脸的震撼之色 柳无邪居然修炼成了那本神龙身法 不可能 他怎么会拥有神龙血脉 天龙风的长老无法接受 尤其是那名和长老 恨得咬牙切齿 他对柳无邪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会心骨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有意思 越来越有意思了 焚天风的长老竟然嬉皮笑脸 对战斗越来越好奇 像是小孩子一样 那本神法武器 如今年轻一代的弟子 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只有这些老一辈才知道 推荐下 F真心不错 值得装个 毕竟书缘多 书极拳 更心快 柳无邪施展的那一刻 便从神法之中看出 绝对是那本废弃的神法 真正的飞龙在天 翱翔于天际 略向空中的那一刻 四周的剑气 不断的被震碎 承受不住神龙之力 激阳脸色连番变化 感受到一丝不妙 现在想要后退 已经来不及了 战斗发展到这种局面 只有不死不休 况且这时候退出 柳无邪一定会雷霆万军 唯一的办法 只有自救 而自救的话 必须要杀死柳无邪 祭出更强大的招式才可以 精神剑终极杀招 齐阳一声怒笑 身体凌空跃起 整个人跟长剑融为一体 人剑合一 没有别的招式了 剑灭 人死 面对齐阳的终极杀招 柳无邪依旧无动于衷 身体在空中盘旋一圈后 猛然一个下坠 大寒冰神术 柳无邪没有祭出天龙印 也没有祭出腹地索 而是靠自己的寒冰倒数 来击杀齐阳 五脏六腑陡然移动 释放出窒息的力量 从苍穹落下 如同一座滔天的冰盾 从从天而降 几乎遮挡住了整片苍穹 施展出来的那一刻 四周万来聚集 没有人说话 全部被这一招所深深吸引 好强横的倒数 最后还是半月封的长老 轻轻地说了一句 第877章离开 寒冰倒数形成的冰封 犹如一尊巨山 压下来的那一刻 空间不断塌陷 四周出现无尽的逆流 刚风四溢 齐阳的终极剑招 惨遭无情地毁灭 他强 柳无邪更强 连续四招 柳无邪力量不断地叠加 气得齐阳想要吐血 让人有种错觉 柳无邪的战斗力 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欲强则强 不论对手多么强大 他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提升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齐阳仰天怒吼 面对碾压下来的寒冰倒数 没有任何办法 天龙风的长老好几次想要出手 就下齐阳 却一直愁愁不前 和长老目光朝四周看去 上次被风长老一掌震飞 还心有余悸 突然眼眸一缩 发现远处站着一名灰袍老者 捧头垢面 手中还拿着一个酒坛子 风长老出现了 吓得和长老一个多缩 原本出手的念头 瞬间演戏 昂一声清脆的龙银响彻苍穹 寒冰倒数彻底淹没了齐阳 剑气崩裂 常见化为碎片 随后是他的身体 被寒冰之气包裹 化为一座冰雕 回到了地面上 临死之前 一脸的不甘之色 他怎么会死在小小的真玄境手里 嘶嘶嘶沉寂了几分钟之后 四周传来一阵阵道西凉气的声音 一场旷市之战终于结束 从一开始 没有人想到死的人会是齐阳 冰雕一点点裂开 齐阳的身体也在慢慢消失 身躯中的法则还有精血 全部被吞天神鼎吞噬 只留下一副皮囊 战斗结束了 柳无邪从空中落下来 目光横扫一圈 当才嘲讽他的那些弟子 纷纷低下脑袋 不敢正视柳无邪的眼眸 可不得气势还未散去 除了临旋进弟子外 那些真玄弟子被压制的喘息都很困难 这就是神龙之力 无邪真是让我们对你刮目相看 柳峰第一时间冲出来 给柳无邪一个大大的拥抱 加入天灵先府除了三位师兄之外 柳无邪也没有什么朋友 只有柳峰还有柳馨儿两个家人 柳无邪微微一笑 收敛身上的气势 带着他们两人离开了新月谷 没有理会四周的声音 穿过人群 两人消失在众人视线 直到此刻 众人的意识才逐渐回归 又是一尊妖孽徐徐生起啊 不少人发出苦笑声 柳无邪除了修为没有达到圣子层次 他的战斗力 已经跟圣子无异 奇怪的是 他杀死齐阳之后 人榜的名次未能排进第一 而是进入第四的位置 看来排在前三的三名弟子 实力更高 同样具备斩杀林玄境的能力 柳无邪不关心这些 名次对于他来说 可有可无 柳林站在人群之中 一脸的阴毒之色 自食之中 他都看着 没有说话 临别的时候父亲可是告诉过他 一定要除掉柳无邪 现在倒好 他们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另外一个区域 站着十多名弟子 他们都是玄云宗选上来的苗子 宗门已经下达了命令 必须斩杀柳无邪 替宁海 还有魏王报仇 柳无邪在凌晨杀死魏王的消息 同样传回玄云宗 当时很多人在场 消息几日前就传出去了 经过调查 没想到杀死宁海 跟杀死魏王竟然是同一个人 只能请高级 林玄境弟子出手了 这些玄云宗弟子 实力都不低 其中三人达到胜死程度 却不敢对柳无邪出手 整整一天时间 都在议论柳无邪斩杀其阳的消息 这一次连万象洞的弟子都惊动了 没想到冒出来一名如此妖孽的天才 无邪 你要离开中神州 听到柳无邪要离开 柳风很是吃惊 这才回来多久 就要出远门 我要回南域一趟 那边也有我的亲人 柳无邪回来的路上 把自己接下来的打算告诉了柳风 还有柳心儿 目前来说 他的修为具备自保之力 行走中神州 只要不遇到地玄境 安全没问题 就算是遇到高级灵玄境 应该有逃命的手段 我也不劝你 但是你要小心 处理好了事情之后 尽快赶回来 还有半年 圣地就要开启 千万不要错过 柳风早就知道柳无邪在南域的事情 他的岳父岳母还有妻子都在那边 还有很多朋友 回去倒也正常 等处理完了再赶回来也不迟 好 正地的事情 柳无邪也听说过 雷五年开启一次 听说圣地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开启的时候 无数弟子都会前往 回到天门峰 柳无邪没有回屋 直接走向封长老的茅草屋 时间紧急 柳无邪打算明日就启程 弟子求见 柳无邪站在屋子外面 弯腰行礼 早日回来 封长老只说了四个字 仿佛知道柳无邪要说什么 柳无邪一愣 追击恍然大悟 他跟柳峰之间的谈话 峰长老一定就在周围 显然心略股战斗的时候 峰长老也在 柳无邪心里流过一丝暖流 当时那种情况下 天门峰长老没有站出来 估计是忌惮旦峰长老 峰长老的话很少 却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 好 柳无邪说完抱了抱拳 离开茅草屋 回到自己的屋子 检查今日的收获 拿出其扬的储物戒指 时时进入其中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不愧是圣子 身上的资源还真是富裕 像青云丹这种丹药 足足几千枚 拿回去可以培养天道会成员 反正还有松林他们 也该成长起来了 临时到不是很多 应该是齐阳才突破临旋四重 消耗了一部分 只剩下几百万枚 灵药堆积成山 柳无邪正好有大用 今晚就开始炼制丹药 即初炼丹炉 柳无邪身手一招 一股恐怖的魔艳闪烁 大量的灵药消失 浓郁的丹香弥漫整个天门峰 整整一夜 天门峰无数玄兽聚集在柳无邪屋外 贪婪的吸收丹药中的香气 柳无邪也没驱赶他们 任由他们吸取 小火趴在屋子里面 大口的呼吸 偶尔柳无邪还丢给他几枚丹药 进入口中后 嘎巴几声就会小火吃下去 身体要比之前更加强壮 也长高了不少 逐渐有一丝麒麟的影子 身上的红色皮毛 犹如钢针一般 硬的时候可以刺穿人的皮肤 软的时候摸上去很舒服 头顶上出现两个犄角 看起来无比的恐怖 张口的时候 隐约看到一团火焰在他口中 随时都能喷射出来 一晚上时间 炼制了数千枚食品丹药 柳无邪暂时没打算炼制灵丹 毕恭宇还有兰于他们修为有限 就算给他们灵丹 也无法炼化 还会被撑爆身体 一接灵丹对自己帮助不大 二接灵丹柳无邪也炼制不出来 只能炼制食品丹药 天色一亮 柳无邪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看了一眼茅草屋 风长老还在休息 柳无邪没去打脚 召唤小伙 骑在身上 化为一道红色流星 柳无邪消失在天门风 直到柳无邪走远 风长老才打开屋门 站在风顶上 看着柳无邪消失的方向 此番回去 必定前途凶险 你及星已经偏离轨道 变得暗淡无光 前路已被凶星占据 希望你能化险为一巴 风长老男男自语 右手掐时 在计算着什么东西 明知柳无邪此番回去凶险 却不站出来阻止 因为有些路 必须要走 驾了天门风 柳无邪直奔山门外而去 并未飞行 而是一直骑着小伙 刺体腾飞 几乎是贴着地面飞行 按照柳无邪的理解 小伙如今的境界 应该快要接近零售层次 就算是零售 都无法飞行 除非是飞行玄兽 奇怪的是 小伙已经具备一些飞行能力 着实让柳无邪很是吃惊 柳无邪离开天陵仙府的消息 并未泄露出去 大多数人还以为 他在天门风修炼 奔行了两日时间 距离柳家越来越近 离开之前 柳无邪要跟父母打一声招呼 路过大城 该为乘坐传送阵 三日之后 终于回到新耀城 顺着通往柳家的大道 柳无邪飞速赶路 我听说柳家内部好像爆发了矛盾 已经闹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现在如何 柳无邪走在路上的时候 听到不少人都在议论柳家 只好放慢了速度 距离柳家只剩下半个时辰路程 倒不是很着急了 这位老哥 你刚才说柳家内部爆发矛盾 到底是怎么回事 街边一座小茶楼 柳无邪坐了进去 刚才的声音 就是从这里传出来 小兄弟 你还不知道吗 听说柳家要闹分家 已经闹了好几天了 柳无邪一脸人触无害的样子 眼神清澈自然迎来好感 被问及的老哥如实回答 分家柳无邪喃喃自语 应该是柳孝天回来了 既然不能当选家主 那就分裂柳家 把他的一脉割裂出去 一旦柳家分裂 那柳家的地位也会遗落千丈 这些年柳孝天除了自己这一脉外 也笼络了不少人 全部带走 柳家一定元气大伤 从四大家族跌落神坛 甚至不如一流大家族 爷爷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结果就会爆发内部矛盾 已经闹了好几天了 我听说还死了好几个人 估计很快就能有结果 其他桌子都在谈论此事 毕竟这附近 柳家是第一大家族 有些话题都绕不开柳家 来不及喝茶 柳无邪迅速离开茶馆 试展身法 犹如电闪流星 消失在官道上 第878章分家 风驰电掣 柳无邪担心父母还有爷爷的安危 尽快地赶回去 柳孝天突然回来闹分家 事情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分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目的应该是搞垮柳家 短短几分钟时间 柳无邪想到了无数种可能 唯一让他想不明白 柳孝天为何要这么着急分裂柳家 按理说 就算他未能当选家主之位 毕竟还是柳家的人 身份地位摆在这里 如此迫不及待的分家 很有可能是有人在幕后操纵 而他 也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 一切只有等回去之后才能揭晓 此刻柳家祖堂 已经不是第一次打开了 汇聚了整个柳家高层 还有很多老一辈都被请出来 让他们来做评判 柳修成端做家主之位 身后站着一群长老 以及家族长辈 在另外一侧 柳孝天身后同样站着一群人 在人数上 显然不如柳修成 孝天 你真的要打算分家吗 柳修成还是一副语重心长的口吻 虽然柳孝天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 站在家族大义面前 柳修成抛弃个人恩怨 以家族利益为重 柳修成 你不必假惺惺惺了 今日必须分家 柳家在你的带领之下 已经一年不如一年 你还有脸说 柳孝天一脸冷笑 今日铁了心要分家 站在他身后大多都是他这一脉的人 还有少量被他拉拢过来的族人 柳孝天 你休要胡说八道 如果不是你陷害家族 我们柳家能落到今日这不田地 肯定会重回超级大家族 其长老站出来 直接质问柳孝天 柳家这几年 因为家主身中剧毒 丢失了好多资源矿脉 加上柳家最近些年没有天才冒出 导致青黄不接 才出现落寞的迹象 一部分是天意 一部分则是柳孝天的杰作 真是笑话 你们有证据证明是我陷害的他吗 柳孝天依旧是冷笑连连 二十名长老 大多数支持柳修成 极少人支持柳孝天 大家听我说一句 分家意味着柳家分崩离析 你们想过没有 我们柳家能走到这一步 靠的是大家凝聚一心 难道你们真的眼睁睁的看着柳家分散吗 时长老站出来 一副语重心长的口吻 柳孝天离开也就罢了 希望跟随他的那些人 好好考虑清楚 分家容易 想要合并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很多人都收了柳孝天的好处 也有一部分人被家族打压 一直抬不起头来 被柳孝天三言两语蛊惑 自然就答应了 想要不分家也可以 二爷必须要当选副家主 处理家族事务 站在柳孝天身后的一名柳家 指使站出来 要让柳孝天当选副家主之位 这样地位就能跟柳修成平起平坐 以后柳孝天一脉的地位 也会更高 不可能 我们柳家自古以来 就没有设立副家主这个位置 站在柳修成身后的指使站出来 认为他们太欺人太甚了 庄方僵持不下 不难听出柳孝天真正目的 只是想要揽权 只要当选副家主 就有决定权 以后柳家就不是柳修成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柳无鞋穿过柳家 已经出现在祖堂附近 里面的谈话声 多少能听到一些 僵持得越来越严重 不利柳孝天为副家主 他们就脱离柳家 自立门户 他们会拿走属于自己的资源 到时候柳家肯定一落千丈 分家 赶紧分家 我们愿意脱离出去 柳学此刻又蹦出来 上次大殿之中 就是他三番五次上蹿下跳 结果因为贪污 惨遭账责 今日再一次蹦出来 不断地提出要分家 看来上次没有打疼他 半年过去了 不仅没有收敛 还变本加厉 不过小小真玄境而已 上次回来 柳无鞋不能杀他 但是这一次柳无鞋必定将他斩杀 当日柳无鞋在大殿之中发过誓 必须杀了他 既然你们这么期盼着分家 那就分吧 柳无鞋大不留心地走进来 让所有人一阵错愕 无鞋 看到柳无鞋 柳修成突然站起来 柳无鞋最近的表现 多多少少能传回柳家 听说他在天灵千福表现得极为优秀 怎么突然跑回来了 孙儿见过爷爷 父亲 二伯柳无鞋一一拜见 唯独将柳孝天这边的人给忽视了 柳无鞋 你能代表柳家吗 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柳雪站出来 丝毫不惧 他已经念壁思过了 家族没有办法继续致他得罪 真是过躁 上次我就想杀你 既然你找死 我成全你 柳无鞋身体一晃 出现在柳雪面前 一掌扇下去 柳雪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他不过低级真玄境而已 问一个小知识当当 面对柳无鞋的剧长 居然无法反抗 他的身体被牢牢的锁定在原地 砰 脑袋直接炸开 被柳无鞋一掌得打爆了 柳雪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死的不能再死 大殿陷入短暂的沉默 谁也没想到 柳无鞋回来第一时间事情 斩杀族人 柳无鞋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诛杀族人 按照族规理应将你杀死 从柳笑天身后走出来一名中年男子 大声的喝道 真是笑话 你们都已经脱离柳家了 再也不是柳家的人 有什么资格 搬设我们柳家内务 此人三番五次羞辱于我 杀他 只是一井笑游 柳无鞋一番话说的义正言辞 你们既然都脱离了柳家 那就不是柳家的人 没有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一番话把他们问住了 柳无鞋说的没错 他们的确打算脱离柳家 毕竟还没有实施 只是说说而已 家主 这就是的管理模式吗 任由他打杀我们柳家弟子 五长老忍不下去了 他可是柳笑天忠实拥护者 这时候必须要站出来 虽然他跟随柳笑天 让他脱离柳家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毕竟他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柳家 广哥告 我最近在用的追书app 离开了柳家 他们前往哪里 柳笑天并未跟他们提及过 刚才无鞋说得很清楚了 刘雪已经不是我们柳家弟子 杀了也就杀了 柳修成霸道无比 自然支持自己的孙子 况且他们已经生有一心 就算留他们下来 迟早也是一个祸害 除非把柳笑天孤立起来 让身后这些长老还有族人 意识到柳笑天这么做是错误的 才会让他们回心转意 就算这样 这些人也不会得到家族的重用了 还真是霸道啊 柳笑天突然拍了拍手 从位置上站起来 笑眯眯的看了一眼柳无邪 就是此人 三番五次破坏他的好事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就别怪我们无情了 只能选择从柳家脱离出去 柳笑天目光直刺柳修成 这是给下了最后通牒 不答应 那就两败俱伤 那你们可以走了 还未等柳修成说话 柳无邪先开口了 让他们现在就可以滚出柳家 从此一刀两断 柳无邪一番话 让柳修成一愣 刚才他们多次威胁柳修成 后者都是尽力挽留他们 柳无邪倒好 直接送他们出去 柳修成好奇地看了一眼柳无邪 自己的孙子 不像是胡言乱语 一定看出什么来 所以索性不说话 我们柳家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黄口小儿来做主了 柳笑天非常的恼怒 他堂堂临旋径巅峰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后辈给无视了 笑天说的没错 我们柳家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完全成了他们一家人说了算 我们这些族人还有地位吗 武长老义愤填膺 认为柳笑天说的太对了 整个柳家 已经被柳修成一脉牢牢把控 连孙子都敢站出来干涉柳家内务 既然你们不愿意听我这个黄口小儿胡言乱语 那你们可以离开啊 柳家的大门已经打开 一旦踏出去 休想再进来 柳无邪耸了耸肩 一副嘲弄的语气 气得柳笑天等人浑身颤抖 对他投射过来怨恨的眼神 柳修成眼神一缩 似乎发现一些苗头 柳笑天三番五次的提出分家 此刻柳无邪让他们走 却迟迟不动弹 果然有猫腻 开始的时候 柳修成以大局为重 还是劝告他们 希望考虑清楚了 这几日一直开会 做他们的功课 希望能回心转意 商量到最后 得出一个结论 必须柳笑天当选父家主 他们才愿意留在柳家 柳修成在考虑 要不要答应他们 这个时候柳无邪进来了 柳笑天进退两难 从这里踏出去 意味着跟柳家一刀两断 老死不相往来 留下来 岂不是笑柄 笑天 我们走 我受不了这个鸟气了 五长老催促 让柳笑天赶紧走 别留在这里 大不了重头再来 有他们这些人在 就算不能成为超级大家族 成为一流家族完全没问题 柳无邪笑咪咪的看着柳笑天 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包括他的眼神 都看得一清二楚 真是可笑 柳家竟然出现这么多一群愚蠢之人 柳无邪摇了摇头 一脸的哀伤之色 柳家当年可是超级大家族 如今落到这不田地 柳无邪 你骂谁愚蠢 五长老彻底暴怒 欲要对柳无邪出手 骂你们愚蠢 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柳无邪直言不讳 说他们都愚蠢 自始至终 他们全被柳笑天利用了 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罢了 第879章 釜底抽薪 公然羞辱柳家长老是蠢才 让很多人面露震撼 柳无邪还真是够胆大 柳无邪 今日不给我说清楚 就算是拼着这条老命 也要讨一个说法 五长老须发弩张 整个人像是一头狂暴的狮子 当众被羞辱是愚蠢 这要是落实 就算离开了柳家 以后也没脸立足了 没错 就算是拼着鱼死网破 今日也休想善罢甘休 支持柳笑天的长老 还有直视纷纷站出来 一起讨伐柳无邪 原本他们还没有借口 现在好了 借着这个影子 彻底跟柳修成摊牌 面对这么多人威逼 柳无邪无动于衷 嘴角浮现一抹残忍的冷笑 一群垃圾 柳无邪接下来的一番话 直接点燃了火药桶 柳修成坐在位置上 险些一头栽倒 公然辱骂这么多人是垃圾 自己的孙子胆子也太大了 但是他很高兴 这几日他们咄咄逼人 柳修成忍他们很久了 杀了他 杀了这个小子 一百来人 步步紧逼 以五长老为首 逼向柳无邪 柳修成已经暗中叙事 他们敢对自己孙子不利 全部杀之 能当选家主之位 哪个不是心狠手辣 之所以忍到现在 还不是念在家族之情 感动他孙子一下 柳修成跟他们玩命 你们口口声声要摆脱柳家 自立门户 那一定选择好了地方 只等你们驻扎 那我问你们 地方呢 柳无邪直接反问他们 一番话问住了五长老等人 柳孝天回来后找到他们 说要脱离柳家 真正目的是逼着柳修成让权 这个问题五长老等人不是没想过 早就问过柳孝天 一旦闹僵了脱离柳家 他们有没有退路 柳孝天告诉他们 退路的事情早已安排好了 他们才敢如此公然跟家主作对 众人目光看向柳孝天 这个问题 只有他能回答 柳孝天目光中闪过一丝争鸣 柳无邪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你们太高估他了 柳无邪对柳孝天投过去一副嘲弄之色 随后继续说道 脱离柳家 你们难道出去跟他住在山脉 还是住在客栈 吃什么 喝什么 谁给你们资源修炼 你们的家人又怎么办 柳无邪早就从柳孝天眼神之中 看出来 他压根就没做什么准备 以爷爷的性格 为了柳家 最后必定会答应柳孝天的条件 柳无邪了解爷爷的秉性 柳孝天同样了解 才会发动这次弹劾 眼看就要成功 谁会想到柳无邪出现了 他不是柳修成 一切以大局为重 柳无邪无需考虑这么多 他在乎的只是家人而已 家人遭受欺辱 那就狠狠地打回去 至于柳家的存亡 他还真的没放在心上 在场这些人实力强大 出去了也能生存 但是他们的家人呢 没有那么高的修为 需要骗瓦遮头 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满足 脱离柳家是对还是错 而且他们习惯了生活在柳家 每个月享受丰厚的俸禄 不用担心外族来亲 此次也有固定的修炼模式 无需自己操心 这些东西一旦脱离了柳家 势必要从头开始 现在柳无邪告诉他们 柳孝天什么也没有准备 有种强烈的心理落差 人一旦在温室生活得太久 把他挪到残酷的野外 肯定很难适应 笑话 孝天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后路 既然家主不肯让步 那我们就彻底脱离 五长老的语气 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强横了 他同样从柳孝天眼眸中 看到一丝犹豫 请便柳无邪做出请的姿势 柳家不欢迎他们 想走 现在就可以 何必在这里默默唧唧 奇怪的是 这一次没有人动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站在柳修成身后的那些长老 看向柳无邪的眼神 充满着敬畏 柳无邪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柳孝天准备的天衣无缝 在外面已经立了门户 只等他们入住 岂不是加速柳家分崩 这事在冒险 柳修成不是没想过 却没说出来 大家放心 居住的地方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如果相信我 现在跟我一起离开柳家 我柳孝天承诺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柳孝天深吸一口气 柳无邪的出现 已经打乱了他的节奏 人心一旦涣散 很难再挽救回来 大家对他的依附 仅仅是利益而已 利益关系维持不了多久 那你敢告诉他们 你会把他们安排在哪里吗 还是你打算带着他们 加入另外一个势力 柳无邪眼眸一冷 散发出无边的杀气 他可以肯定 一定有人在幕后操纵柳孝天 让他才有如此大的胆子 柳无邪话音一落 足堂一片哗然 柳孝天难道要带着他们 投诚到另外一个势力 如果真实那样 他们一辈子都是柳家的罪人 就算分家了 他们依旧是柳家分支 投诚其他人 性质就变了 你一派胡言 柳孝天终于压制不住了 狂吼一声 认为柳无邪说的是一派胡言 哼 我是不是一派胡言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如果愿意跟他走的 请尽快 愿意留在柳家的人 必须要当众认错 柳家还会给你们一次机会 柳无邪俨俨然有家主风范 说话的语气还有神态 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 让人有种错觉 柳无邪才是柳家的真正主人 柳修成不说话 谁也不敢反驳 柳无邪的目的很简单 挑拨他们 让他们之间的关系 出现一丝裂痕 柳孝天给予不了他们的 柳家能给 因为从近来的那一刻开始 柳无邪看到他们眼神对柳家心存依恋 压根就不想离开 柳无邪 你不过一个后辈 有什么资格说出这番话来 一名直视站出来 他不想离开柳家 是被柳孝天胁迫 才答应跟他一起前来闹事 语气已经没有之前的强横 加上柳雪的死 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无邪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 谁不想离开 写一份悔过书 我可以既往不救 愿意离开的 我也不便强求 柳修成终于发话了 柳无邪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站在柳孝天身后那些人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开始交头接耳 他们习惯了这种安逸的生活 让他们出去跟柳孝天重新打天下 并不是很愿意 而且出去之后 零有柳家的庇护 很有可能活不了多久 柳家可是有天玄境作证 柳孝天在厉害 单凭他一个小小的巅峰铃玄 在终神中翻不起什么浪花 人一旦心生悔意 就像是一根嫩芽 不断的在你身体里面生根 开枝散叶 最终击溃你的信心 论功心术 在场没有人是柳无邪的对手 以功为首 以退为进 看似柳无邪将矛盾激化了 实则柳无邪用釜底抽薪的办法 让柳孝天献出圆形 一位帝人让 只会助长柳孝天的宵艳 柳修成还是太心软了 才被柳孝天一次次抓到机会 柳亮 你想过没有 你妻子还有身孕 儿子还小 母亲双目失明 你打算带着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个时候 站在柳修成身后的四长老站出来 一副语重心肠的口吻 对着柳孝天身后的一名执事说道 一番话刺痛了柳亮 让他满脸的痛苦之色 这个时候 该打亲情牌了 轮不到柳无邪来插手 在场这些人 柳无邪认识的没几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懒得去了解 还有柳成 你还年轻 家族刚重点提拔你当上职事 就做出这等事情来 你想过没有 家主当年是怎么对待你父母的 没有家主救治你们父母 有你今日的成就吗 一旦脱离柳家 你内心过亦得去吗 四长老一张张亲情牌打出去 让原本就不怎么牢固的小团体 瞬间分崩离析 柳亮还有柳成低着脑袋 一脸的痛苦之色 家主 我错了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柳亮突然跪下来 承认自己做错了 一时鬼迷心窍 听信了柳孝天的蛊惑 才做出背叛柳家的事情来 知错能改 善魔大烟 只要你诚心悔过 我自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柳修成站起来 亲自上前 扶起柳亮 这当然是做给其他人看的 表明一种态度 家主亲自上前 等于原谅了你 柳成 你这个不孝子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赶紧给我滚出柳家 这个时候 柳成的父母走进来 应该是才知道自己儿子做出背叛柳家的事情 得知之后 第一时间赶来 要脱离父子关系 爹 我错了 我该死 说完柳成跪下来 疯狂的扇自己打耳光 两边脸都被打肿了 家主 求求你再给成儿一次机会 我给你跪下了 说完 柳成的父亲就要给家主下跪 却被柳修成双手扶住 老哥 是我做的不好 柳家才出现这种事情 此时怪不得柳成 柳修成一脸自责 先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 柳无邪面对着柳修成 突然对爷爷竖起一个大拇指 爷孙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接二连三 已经有四五人脱离柳孝天 愿意写悔过书 柳孝天看着人心涣散的众人 一股悲凉浮现心头 没想到他堂堂巅峰临玄境 布置了几十年 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小的蝼蚁手里 他心不甘 你们你们没有孝天 你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五长老气的说不出话来 离开的有些人 柳孝天这些年可没少资助他们 结果倒打一耙 第八百八十章赶回南狱 强倒众人推 树倒狐孙散 柳孝天的大事彻底失去 人心一散 所有的努力 付诸东流 离开的那些人 仅仅有些内疚而已 相比起未来的路 这点内疚算什么 眨眼间的功夫 只剩下柳孝天 还有五长老 以及十八长老 站在一起 刚才还摆来人 如今只剩下三人 何等的凄凉 十八长老一脸的痛苦之色 对柳佳 他是有恨意的 当年自己儿子触犯了族规 被柳修成废调修尾 结果死在了外面 十八长老才投靠了柳孝天 让他离开柳家 心里有太多割舍不下 至已至此 没有退路了 柳修成看了一眼他们三个 竟然没有出言挽留 不像是其他人 多多少少打亲情牌 但是他们三个 留在柳家 迟早都是祸害 你们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赶紧离开柳家吧 支持柳修成的指示站起来 催促他们 赶紧滚出去 滚出柳家 越来越多的人附和 让柳孝天他们赶紧消失 得知家主是柳孝天所害 无数人对柳孝天是敢怒不敢言 如今大事已去 正好落井下石 看了一眼愤怒的五长老 还有一脸颓废的十八长老 柳孝天眼眸之中 流露出一丝无奈 还有一丝阴毒 柳修成 我们之间的事情 没有这么快结束 柳孝天眼眸深处 闪过无尽的恨意 这一刻 他跟柳家彻底走上对立面 不死不休 见你三个呼吸 赶紧从这里消失 不然 休怪我不客气 柳修成 动了杀气 只给柳孝天 三个呼吸时间 再不走 就永远走不出去了 我们走 柳孝天知道 柳修成一旦动了杀意 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一声招呼 带着五长老还是 失魂落魄的十八长老 离开祖堂 家主 你为何要放他们离开 岂不是放虎归山 次长老等人很不理解 按理说柳孝天挑起家族祸端 理应诛杀 家主确认由他们离去 岂不是养虎为患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柳修成摇了摇头 杀了柳孝天 所有的线索全部中断 根本找不到幕后黑手 上次柳无邪猜测 柳孝天被人暗中操控 才勾结了焦巴 对柳家不利 那次出去之后 柳孝天族族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 回来之后 立即联系其他族人 发动第二次弹劾 也就是今日的一幕 不找出幕后的人 杀了柳孝天 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场闹剧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是所有人预料不到的 次长老已经做好柳孝天 担任副家主的准备 到那个时候 才是柳家的噩梦 是柳无邪的出现 挽救了柳家 无邪 这次多亏了你 剪散了众人 那些背叛柳家的弟子 还有执事 不夺了他们的位置 从底层开始做起 表现好的话 还能重新大用 大家没有意见 毕竟他们犯错了 租堂剩下都是柳修成心腹之人 几名长老 还有柳无邪父亲 跟二叔 三叔 还好有金无邪 柳无邪后背都湿透了 此刻回想起来 也是一阵后怕 一旦柳孝天真的准备好了退路 就不是这个场面了 柳家就会陷入被动境地 离开一批人 虽不致伤筋断捕 但是对柳家低势气还有凝聚力 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无邪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柳大山走过来 询问自己的儿子 儿子回来原本是开心的事情 但是耽误了修炼 那可是大事 我要离开中神州一段时间 在场没有外人 柳无邪没有隐瞒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要返回南狱一趟 你回去我不反对 但是一定要带一些高手回去 我担心路上会有人对你不利 柳大山同意柳无邪回去 毕竟徐毅林夫妇将他抚养长大 回去看看也正常 算是报个平安 柳无邪并未说是大宗门盛典的事情 只是告诉他们回去看看 不用了 柳家如今也是多事之秋 需要人手的地方太多了 我孤身上路方便 安全的事情 父亲就不用担心了 只要遇不到地玄境 能杀他的人不多 柳家经此一事 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柳孝天离开后 很多地方需要重新布局 接手柳孝天那一脉 都需要人手 他们强扭不过柳无邪 只好作罢 嘱咐他路上一定要小心 夜晚的时候 一家人齐聚一堂 柳心修为提升很快 已经突破话音镜了 柳无邪拿出一部分青云丹 青羊丹以及大量的零食 存放在家族 重点培养嫡系弟子 争取让柳心还有柳月早日提升起来 柳妍刚十几岁 正是修炼最佳年纪 需要大量的资源供应 三叔 柳天大哥还没回来吗 柳无邪抬头朝柳大月看过去 他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柳天 小儿子柳妍 二叔柳大志有三个孩子 大儿子柳峰 同辈之中排行老大 二儿子柳心 小女儿柳月 这些人柳无邪都见过 唯独柳天 到现在一面也没见过 这孩子性格比较也 十几岁的时候 就喜欢往外跑 这次出去已经快一年多了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提及自己的大儿子 柳大月一脸无奈之色 柳家姐除了柳孝天这个潜在的威胁 柳修成开始整顿家族 晚上的聚会 都没有时间参加 孩子 到了南狱 一定要把你岳父岳母接过来 我很想念他们 屋子里 母亲抚摸柳无邪的面颊 半年不见 发现儿子又成熟了不少 我争取 柳无邪答应了母亲 尽可能争取 但是岳父岳母未必就愿意过来 短短一年时间 他们的修为 能提升到星河境已经是极限了 这个境界再难遇 也许是高手 放到中神州 只能算是楼椅 岳父一辈子强势习惯了 让他从底层做起 心里肯定有落差 天色微亮 柳无邪趁着父母还在休息 悄悄的起来 离开了柳家 谁也没打招呼 分别总是痛苦的 他不希望看到母亲为他落泪 就在柳无邪消失不久 从一座假山后面走出来两个人 正是柳无邪的父亲跟母亲 他们昨晚一夜都没睡 一直等在这里 好了 无邪自有他的主张 我们放手让他去做吧 昨日的一幕更是让柳大山坚信 柳无邪已经长大了 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孩子看待 离开柳家之后 柳无邪直奔新耀城 乘坐最早的传送阵 来到时候 因为没有目标 胡乱赶路 回去的时候不一样 柳无邪已经准备了一条最佳的线路 可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赶回南域 望了一眼林琼格 以柳无邪现在的修为 可以进入其中 采购材料 时间有限 柳无邪放弃这个想法 搭乘第一趟传送阵 离开了新耀城 一阵光滑闪烁 柳无邪消失在传送阵之中 几近辗转 两日之后 柳无邪进入一座小城 已经远离柳家区域 打算在城中休息一晚 明日继续赶路 距离十大宗门盛典还有二十多天 时间上来说 不耽搁的话 应该来得及 柳无邪住进客栈 连日奔波 身体很是疲惫 此地已经进入中神州南面 赤龙教就驻扎在百里外一座山脉 中神州的地貌 柳无邪基本都掌握了 赤龙教的名声并不是很好 前些日子柳无邪斩杀的左蚊 正是赤龙教弟子 只要小心避开他们 问题不大 一夜时间都在修炼当中度过 因为城池较小 没有传送阵 接下来这段时间 柳无邪要靠自己双腿赶路 天色一亮 骑着小火离开小城 进入山脉 认准了方向之后 一路急迟 脚火扯开了双腿 两侧树木不断的倒退 可以日行千里 逐渐进入山脉深处 周围的树木变得稀薄 偶尔碰到一些出来觅食的选兽 搜搜搜 远处传来破空声 直奔柳无邪而来 脚火迅速收住身体 这个时候 谁会出现在山脉 而且破空声还不止一道 而是数十道 柳无邪想要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杀住身体 朝声音来源看去 一男一女 速度极快 出现在柳无邪视线当中 而且浑身都是血 在两人身后 还有数十名修士 身穿赤龙教服饰 应该是赤龙教的弟子 你们休想逃出去 竟敢杀死我们赤龙教的弟子 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是死路一条 身后的修士越来越近 前面一男一女 因为身体受伤 真气严重不足 速度越来越慢 只能落在地面上 勉强行走 天哥 你自己走吧 不用管我了 那名女子让青年先走 不要管她 要走我们一起走 要死我们一起死 青年很是倔强 就算是死 也要跟女子死在一起 好一对狼情惬意 今日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身后破空声迅速拉近 柳无邪想要躲避都来不及了 出现在他们视线之中 急着小火 柳无邪准备掉头就走 这一男一女他也不认识 不想多惹是非 对方是赤龙教的人 这里又是赤龙教的地盘 得罪了他们 很难脱身 但是很快 柳无邪定住了 因为他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从远处奔过来的修士 其中一名青年也是愣在原地 随即爆发出无尽的杀气 饺子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 青年目光犹如毒刺 朝有无邪横扫过来 也有点深厚的声器 内展开 在电影 会发展到我们的电影 正常